想和你走点 每条长街 牵着手路灯忽鸣忽灭 有你的长街 都舍不得翻阅 我多想把时间冻结 你说最最最喜欢慢慢呈演 我的爱爱爱 爱意从不胆切 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 风都更温柔一些 晚风吹过点点星光 漂浮的夜 请它为你带去我 遇处的思念 雪花旋在半宫 偏偏的耀眼 这份浪漫全都被你 缓缓掐绝 晚风吹过尘埃月光 铺满的夜 就像我的热烈 遍布你的世界 无论不会冷却 痛呼吸不停歇 你在的每天都很特别 爱不会完结 干什么 姜大副主 今天不打算出去挖炜故事了吗 不了不了不能 我今天还有事呢 明天再说 你不会是想起什么来了吧 还是说你有新秘密 想跟我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一点都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不会是想起什么 让我的心气不曾分拨离心 愿愿再见你 纵然再见不到你 咱们只是累了 乘着月亮究竟 却另一个星球 独自漫步旅行 穿过身边缝隙 不及水月风雨 奔赴着满墙渣渠 难道月娇姑娘是因为我 才做出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打一副看我不顺眼的样子 怎么可能因为我做甜品呢 这么大的人 他一个人在车上 不会出什么事吧 喂 陈墨 你在哪儿呢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还没有 我打算去村外找着 但是我的车出了点故障 油有点大 我现在车里 你不用管我 走点 李景阳 昨夜 有一名外地旅客 因为没有预定房间 而留宿车内 由于暴雨来袭 最后在车内 缺氧而亡 我还是去找找他吧 他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吗 他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吧 你可不能没电呀 撑住啊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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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 我看见外面下雨了 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车里不安全 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回民宿吧 好啊 你带草了吗 我带 一把 手机给我 你 你有数据线吗 我要是有数据线 我就不在这儿躺着 我怎么办呀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自己走回去 要不然就把座椅调低 睡觉 放心吧 我要求很高的 好啊 一年前的事 对不起啊 我认错人了 喝酒太无事了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还有啊 没认出你来 也对不起 还有还有 那个 项链是你送给我的吗 是 就当是我送给你的好朋友 还赶紧睡觉吧 啰嗦 哦 好啊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人怎么回事啊 出去也不跟人说一声 手机也没电了 出事了怎么办 谢谢您 我刚才去镇上找那个救援队 马上就到了 我说你们这些小行李啊 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暴雨天就这么在车里睡着了 你这万一出点啥事咋整啊 你们可千万哪 别为了找自己后悔终伤 不是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车摊坏了 然后昨天晚上不是下大暴雨吗 我们就在这睡一觉 好了 事儿办完了 走 饿不饿 我我揣了个玉米 我说怎么一直不肯吃呢 原来留个女朋友的 他 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是你男朋友 可惜了 可惜了啊 慢走您 来 沉默 你那个月下姑娘 是因为我才做出来的吗 给了我一点启发吧 那 那我怎么跟玉姐交代啊 不用交代 就当是个秘密 要不然 给她一个完美的结局 要不然 丘比特的剑 深深扎进了男孩的心 要不然 给她一个完美的结局 再次来到两个人相遇的地方 就这样 她再次走进了男孩的世界 好一个甜美的结局 我爹这个万年单身狗啊 肯定想不到 你会给她写这么一个 浪漫的爱情故事 玉姐 这花是 无聊人是送的 说正事儿 这故事还有后续吗 完结 还憋你 你真是我的招财猫 靠你这故事 给我引来一大胆 这香水就是 我上回说过的那个客户 他们新出了一款 玫瑰味的香水 说是项目负责人 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文章 特别喜欢 就找到我们公司想聊合作 你看看 感不感兴趣 玉姐 你知道我的账号是不接广告的 我们要专心做一个美食账号 你别急着拒绝 搞定这个项目 公司全力支持你做美食账号 而且薪酬嘛 肯定比你现在那些分城流量要高 玉姐 我想到这个策划的文案了 咱们可以做黑天使和白天使的系列 你就放心 交给我啊 行 去吧 好 喂 喂 你好 这里是机场托管中心 什么 什么 我马上来 蓮蓮 你怎么来了 干爸 小姨 干爸 小姨 蓮蓮 有没有想小姨啊 想 小姨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给小姨回家好不好 不行不行 干爸这也有好吃的 是周明托我照顾她 她也是来我店里找我的 我姐夫 你姐是姜斯曼 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小姨你别打爸爸妈妈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在闹离婚 你们谁跟我签一下交接文件 那个 嗯 瑞瑞就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带就行 瑞瑞 给小姨回家好不好 我是男孩子 不能跟女孩子住在一起 不是 他们瞎说的 小姨 好 小姨给瑞瑞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 去小姨家好不好 不好 你就让瑞瑞住我这儿吧 不是 这样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瑞瑞是我干儿子 我是瑞瑞干爸 这边 小姨要是不放心 就和瑞瑞一起住干爸家吧 不 不行不行 小姨不能跟干爸一起住 小姨讨厌瑞 怎么会呢 小姨最喜欢瑞瑞了 那个干爸呢 是男孩子 小姨不能跟男孩子一起住的 小姨答应瑞瑞 经常去看瑞瑞 好不好 拉钩 好嘞 改招 来 你们夫妻俩怎么回事啊 让瑞瑞一个人回国 心可真够大的 瑞瑞那么小 要是路上出了什么事 我看你俩到哪儿哭去 我也不想啊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 都在争取瑞瑞的抚养权 就怕被瑞瑞看见 我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 所以就把他送到成木那儿去 不是 那瑞瑞你直接送我这儿不就好了 你送他那儿干嘛呀 我也想啊 但是周明他不听啊 我让你调查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成木的问题 我看这成木确实比你合适 你说说你啊 要正式工作没有 房租每个月还得发愁 这要是万一哪天 爸妈给你发士兵 发现瑞瑞在国内 我就完了呀 这段时间 你就都往成木那儿跑跑 帮我照顾照顾瑞瑞 成木他毕竟是个大男人 又没有结婚也没带过孩子的 我实在是担心他照顾不好瑞瑞 你还真是我亲戚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照顾好他的 倒是你 你赶紧跟我姐夫一起解决好这个事 毕竟小朋友还是离不开父母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瑟瑞 好可爱啊 我要是能有这么好看的儿子 我做梦都能笑醒了 首先 你得有个女朋友吧 这其次 你女朋友得好看吧 然后 人家还得愿意跟你结婚吧 最后 人家来乐业 给你生个我 打住打住 你们谁有空 帮我带下孩子 那什么老大 我那个库存还没点完 我赶紧去点个库存啊 我 我去帮忙清点一下 我 你不许坐啊 宁哥 我 老大 我收拾收拾柜台去 我 我 我今天单子有点多 任务量有点大 这 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点完 不就是个小孩吗 带小孩能有什么难的 走 咱做甜品去 走走走 小姨 你今天会来干爸家 看瑞瑞吗 那要看瑞瑞有多想小姨了 还哭实赖 以后让你妈少带你看甜宠剧 小姨今天就去干爸家看瑞瑞 好不好呀 你先干嘛啦 拜拜 任务完成 干爸要信守沉默 瑞瑞 干爸问你个事 你小姨她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泡面 妈妈说 每次给小姨打电话 小姨都在吃泡面 那小姨不是个美食博主吗 怎么天天吃泡面 穷呗 小姨的钱都拿来买甜品了 就没有钱吃饭了 妈妈还是说她又交不起房租了 真是让人担心 干爸 你是不是喜欢小姨 任务鬼道 我说我您担心 这 真的是你 我还要我们来 你赢了 我还是ladak 你去找谁 呢 我说不给你 你去找抉還是她 你去看我 有点听 你去 Radiare 你去看我 我去看我 你去看我 小姨 你去看我 好 来 老师 看镜头 二 一 好 好 白天使结束 下面画黑天使 程总 李景阳白天使的照片干净纯洁 跟甲方要求的风格简直一模一样 最主要的还是黑天使 如果出不来效果 白天使再好也于事无补 看来你还挺有两个下子的 没想到你竟然能hold得住黑天使 我能hold住的 可不止黑天使 我为某个人兢兢业业 工作这么努力 这 却连点奖励都没有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和我约会 好 没问题 弟弟 这 来 给 好好玩啊 怎么能在这儿玩水呢 长沫 这什么天气啊 你带瑞瑞在这儿玩水 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瑞瑞 瑞瑞过来 小姨不让我玩 给我吧 小姨 现在是我玩的时间 我有权选择这么分配 那小姨问你啊 如果说你感冒了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医生 让你吃哪种苦苦的药啊 不要吃药 不要吃药 你还玩得一身的水 赶紧带她回去换衣服吧 嗯 呃 好 林锦阳 你到哪里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呃 我 你们 呃 不不不是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们是 行了 行了 出门口干嘛 进来说 哦 哦 哦 咱们这是走哪儿来着啊 瑞瑞 嗯 哦 走这儿了 菜门好了 嗯 不用这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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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是瑞小姨 瑞在国内的时候她会经常来看她 这是李静阳 你们见过 嗯 你是江思曼的妹妹 对 南南 你刚才说 你会经常来家里 南南 你家 对啊 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陈墨 她从来不带别的女人回家 你是第一个 瑞瑞喜欢吗 没办法 那照这么说 我是不是也能经常来看瑞瑞 尤其是 你姐在的时候 瑞瑞 锦阳叔叔经常来看你好不好 不好 我只要敢把好小爷爷来看我 行 看来 多余的人是我 那我走了 嗯 谁也别留我 把迷宫走完 走哪来着呢 走到这儿呢 是不是 你就让她这么走了 没事 她只有人脸皮厚 就这样 你不用管她 好啦你 追都不带追 你不然 别怪我不义 哈喽 净报消息 想不想听 怎么 没空 关于你弟弟的 他金屋藏娇 在公司 好嘞 马上到 干吧小爷 李叔叔走了 怎么晚上还有吃的吗 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做吧 你不会 不会做饭吧 怎么可能呢 我独居这么多年 这点东西 怎么可能难到我呢 那就麻烦你了江大厨 拜托了小爷 您 太久没打 生熟了 瑞瑞 你看你的鸡蛋羹来了 这东西是人吃的吗 做人不能只看外表 你得 瑞瑞 你 你来尝尝小爷做的鸡蛋羹 给 瑞瑞 要不想吃可以不吃 干吧 瑞瑞肚肚疼 我 我 都怪我 逞什么能啊 早知道让你做饭了 要是瑞瑞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跟姐姐交代啊 好 瑞瑞父母 孩子呢 是因为换季有点受凉 轻微的这个腹泻 一会儿啊 挂个点滴就好了 你们也别担心 好 谢谢医生 没事 来 护士 那个 我想问一下 小朋友是不是因为吃错东西了 所以 跟吃东西没关系 总之你们这年轻小夫妻啊 还是要多注意自己孩子的身体状况 现在这位温差大 别让孩子玩水 光脚 着凉了很容易感冒腹泻的 你们年轻人呀 就是不会照顾孩子 都觉着生了孩子就是累赘 耽误工作 就不愿意花心 谢谢 往后啊 是什么事 谢谢 我是雷水 我就是那个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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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雷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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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我没事 你不用太自责了 你也不知道 润润不能玩水吗 进去看看润润 好 你先去我马上等 啊 要不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什么 我都不在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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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